感人兄弟情 为救喊病弟弟 11岁男童早起卖菜 大部分同龄的小孩 可能都在学习或是玩耍 但这个11岁的男童 却过着不一样的生活 根据中国的李世平报道 中国一名男童牺牲了自己的童年 只为了赚钱付自己弟弟的医药费 11岁的盐一行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 在上学前先走路去摆摊卖菜 而卖菜赚来的钱 其实是为了要帮弟弟 颜策支付医药费 这是因为弟弟得了 罕见的再生不良性贫血 年一行说 自己不想只靠捐助 而需要靠自己的付出努力赚钱 他7岁的弟弟是在2015年确诊患病 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来救命 弟弟在医院治疗 而爸爸则要去外地工作 才能支付得起医药费 兄弟俩的奶奶是农夫 也向亲朋好友借钱 来支付这4年间 超过300万台币的医药费 根据世界著名医疗机构 梅奥医院指出 再生不良性贫血 也会造成身体情质制造足够的血液细胞 医生通常会建议进行骨髓移植 因为这样身体才能够 重新开始制造血液细胞 在和弟弟配对之后 严一行将自己的骨髓捐赠给弟弟 手术在2018年的6月完成 严一行每天一早起来就去捡菜 好带到市场去卖 通常一把青菜 他只卖大约4.5块台币 生意好的时候 他一天可以赚220块台币左右 但是也有时候他什么都没卖出去 在经过4个月的努力工作之后 他只赚了大约5100块台币 不过最近他终于能够带着存下来的钱 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探视弟弟 当他把存下来的钱从包包拿出来时 妈妈非常地惊讶和感动 严一行说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弟弟能够赶快好起来 这样两个人就能一起去上学 这么久 下短松 可以 ludzie 有